北加州中国大专校委会联合会一年一度的劳工节旅游即将来临 这一次的目的地是位于北加州Redding附近的 Larsen Volcanic National Park Larsen火山国家公园 有鉴于最近Redding一带山林大火引发外界的疑虑 校联会特别派人前往实地勘察 并与当地人士密切联系咨询之后 确定行程不受影响 最近的这个火势呢 40到50个percent已经under control 所以现在已经控制住了 40到50个percent都已经控制住了 那如果到了我们去的时候呢 那就是还有差不多两个半礼拜的时间呢 那个时候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hotel完全都不受影响 那我们可以放心地去入住 Larsen火山岩公园呢 它里面的品质也完全不受影响 我们8月2号的时候 我们团队曾经去做第二次的踩点 那上去之后呢 只要你进了公园入口以后 我们看旁边呢 那个空气非常常常的好 完全都没有感觉到有火灾被影响的这个 任何的这个情况 今年我们的行程是 第二天是准备到Larsen火山岩公园 所以这个地点呢 原来是在雷顶的东边 所以根据就是就如我们刚会长提的 就是说这完全没有受到火事的影响 因为那个大火是在雷顶的西边 第二天我们重点细就在早上的一个升旗 升旗典礼 这是每年我们在大陆营活动都一定会举办 把中华民国国企收在美国国土上 这对我们来说是依然重大了 这个大陆营 常有人在问 那你们这个叫Labor Day大陆营 我们是住帐篷吗 其实我们从七八年前开始已经upgrade了 因为我们的年龄 大家都想住旅馆了 去年我们都去过的人都知道 这个旅馆非常的舒适 而且非常的 他们非常的客气 而且他们对我们的这个来的 来的这些所有的校友都非常的欢迎 甚至我们那个晚会当天 当地的那个市长 还有那个大的餐厅的负责人 都会来参与 北加州中国大专校联会 欢迎各界人士报名参加这一次旅游 报名表及相关的说明 可上网www.jaacuc.net查询 或致电415-680-6641报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队